介绍过各种睡肢的好处和不好处 因为自己本身身体健康问题 你就要选择适合你了 但是如果健康状况良好的 哪个睡肢最适宜呢 那你要听我介绍了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习惯睡的方式 这些跟我们的睡眠质素一样很重要 都会影响健康的 根据香港的脊医学会统计 有65%的人喜欢打側睡的 30%是喜欢平分 而5%是趴着睡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平分是提供脊骨最好的承托能力 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头和颈的承托 那你脊髓是很好的 医学界普遍都不鼓吹别人去趴着睡 因为会导致你呼吸有问题 由数据都看到有65%的人喜欢执睡的 那执睡在皇帝内经里面 就有句话是赞成执睡的 他说执我呢 就血归于肝了 所以在人入睡的时候对血液的需求量减少的时间 部分血液可以储藏在肝脏那里重新铝化 睡眠良好就令肝脏得到充分的休息 对养肝血是很重要的 他们的解释是因为肝经是在人体的躯干的两侧 所以无论你左侧睡或者右侧睡 血都更容易入肝经 令人可以安宁入睡了 除了中国有这样的见解 外国亦有研究指出 侧睡无论左侧或者右 或者有可能帮助你的脑部 脊椎和神经系统清除它的废物 有助预防脑退化症 还有其他神经退化的病症 虽然大多数人都喜欢习惯側 原来左侧右侧各有不同的 美国阿兰特大一个医学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建议左侧睡觉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第一,他说由于人体左侧 有着我们重要的淋巴区域在那里 你左边打侧睡觉的时候 就能够令体内的淋巴循环 变得更加好一点 因为淋巴系统中最大的器官 皮状是在身体的左边 左侧睡的时候容易令淋巴液 在皮状里回叠一起 容易排除废物 如果相反右侧睡的话 就会阻碍淋巴系统的运作 容易积累这毒素是会影响健康的 第二个左侧睡的好处是可以舒缓胃部的问题 因为这样是可以令你肚里面的食物 因为的重力就向下去的 令到胃更加好容易蠕动 身体能够更加好吸收营养 同时因为长时间打左侧睡的时候 你的胃液就不会那么容易去到食道 减少胃液倒流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有胃液问题 这个倒流很严重的 我又平时一发生这个问题 我就打左侧睡 我就觉得舒服很多 第三点 对于一个孕婦来说 更加能够有改善心脏宫血的循环 纽西兰有研究指怀孕后期 孕婦的右侧睡会影响胎儿宫血 增加胎射腹中的风险 所以怀孕后期最好就是打左侧睡 同时我们人体的胸胸 右侧就是肺部的范围比左侧大一点 那么我们右侧睡会影响肺部的呼吸运作 所以不适合那些有肺气肿和肺纤维化的患者 以上这些资料是美国亚特兰大 一个医学网站的发表内容 但是对于其他网络文章里面 也有不同见解 因为很多文章认为右侧我更健康 因为心脏偏左 而且在佛教里面的吉祥我 就是右侧我 也是佛教里面主张的垂肢 世界上很多的佛像 俄佛的佛像 都是右侧的俄肢 认为人体吉祥我的姿势睡眠的时候 明显身体能够得到能量的补充 所以哪样更健康呢 左边因为右边 左边俄的就有医学网站的支持 右边俄的也有其他的学说支持 所以最重要视乎你自己睡左睡右之后的感觉如何 而且其实一个人你长期睡着一个姿势 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这样会令到你的肌肉是疲劳的 所以你睡着睡着自然你会另向另一边 你累了嘛 所以最重要是临睡之前你放松了自己 不要那么僵硬 那你放松了你睡 睡着左慢慢它会自动转去右 或者睡着右它又会自动转去左 不过如果有某些人 它有某些疾病的呢 它是需要某些特别的姿势来到睡觉 令到它的病情得而是更加好些 可以控制的 这个资料呢 我会详细为大家在另一个视频再介绍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